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办公厅联合发文 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提出从思想引领和道德建设 等八个方面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该意见书多次提到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该文件还称 这项工作的目标 是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有分析称 习近平试图打造一个干净社会 他领导的中共 为追求控制的最大化 正在抹去自由在社会中的印记 那么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 是否在删贴 封号的基础上将前进一大步 中国网络是否进入 长期锁候状态 习思想是否将霸平 中国互联网 我们邀请两位观察人士 来进行讨论 一位是独立时评人 恒和先生 恒和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的 欢迎您 另外一位是中国网络观察人士 佐拉先生 佐拉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恒和好 观众朋友好 好的 我非常欢迎两位 首先我想请问恒和先生 就是对于这个 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您有怎么样的解读 总体而言 恒和先生 从全面角度来看的话 他中国人讲 缺啥补杀 那就是说 要强调网络文明建设 就是说网络很不文明 至少在中国大陆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那么但是呢 这个网络文明建设 它显然是想用 这个政府的行政手段 来推行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人类在精神上面 精神层面的东西 它主要是宗教信仰 来维持的 你不可能说 把宗教信仰消灭掉以后 然后去用无神论的东西 推出一套 自己编出来的 这个所谓精神标准 精神文明标准 人家有现成的在那里 你把人家消灭掉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的目标和他的手段 是对立的 所以他也不可能达到 从目标上来说的话呢 他是很清楚嘛 就是刚才你讲的 马克思主义嘛 用马克思主义 但是马克思主义呢 它是属于暴力的 阶级斗争暴力的 然后呢文明 你不可能用文明的手段 来实现暴力的这个目标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它本身就是矛盾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 中国的网络语言啊 大概是非常特殊的 在各种语言当中 都是非常特殊的 有很多东西 你只要一段时间不上网 你就看不懂了 其原因就是因为 人们编造出了非常多的 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词 那为什么会这么出现呢 就是因为网络封锁 敏感词 敏感词越来越多 然后为了避开敏感词呢 就造出很多很多新词来 所以说 这个很多新词呢 按说起来的话 它就是 对于中国这个文化文字啊 都是一种极大的摧残 那么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中共封杀所造成的 所以说中共的这个网络敏感词 和这种封杀 对这个 一种完整的一个文字系统 一个语言系统 它就是一种消灭的过程 你怎么可能说 推行文明的同时 又不停地用各种方式 来造出一些 特别不文明的东西 再一个呢 中国其实网络语言最脏的是五毛 五毛实际上就是 官方的网络评论员嘛 因此 就是说你在一边提倡 网络文明的时候 你又造出大量的 这个破坏文明的 这种网络现象 所以说 看了这个以后 我就觉得 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好 谢谢您的意思 就是说网络的 一部分的这个不文明现象 是跟体制的这个结果 它其实是跟体制是共生的 这么一种关系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想请问佐拉先生 说到这个 加上网络文明建设的 这个是在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中 这个十四五计划中提到的 而且其中也提到 中国特色的这个网络 我想请问您 就是说 中共讲的所谓的 中共这个网络呢 作为一个 就是说一个传媒的平台的话 它难道还有一个国家特色吗 那么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佐拉先生 这个总和特色是指 共产主义他们 总是在做一些语言的 这种进化的工作 我们从一些文学作品 比如说 《动物庄园》或者是 《1984》这样的一些小说中 可以得到一些理解 也就是共产主义它总是不断地 在肃清自己 在肃反 在搞冤动去把他们自己体 之类的不同意见者引出来 引蛇出洞 然后进行打压 它总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本来在 我是1981年出生的 我没有感受到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从一些 故事啊 或者是报导啊 或者是文学作品中了解到 在文化大革命 不仅是文化大革命 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 共产党它始终在抓它的意识形态 而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 它做了40年 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了 在我成长的这40年里面 意识形态领域 实际上是抓得比较松了 而习近平上台之后 它说互联网亡党亡国 所以它一定担心 共产党在这个开放的互联网时代 言论开放的时代 会失去它的合法性 失去它的执政地位 所以它为了它的党的生存 它加强了这种控制 所以现在大家都说 它是一个独裁者 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不好 最近的新闻也说 它有将近600天没有出过国了 所以在国际事务中 几乎看不到它踪影 所以习近平的上台 包括他这些年对律师的打压 对网络大卫的打压 甚至对普通网民实行文字语 动不动就把人抓去关15天 说人家寻信之事 说人家非法翻墙 这些做法都是为了 巩固他的执政地位 维护他的独裁 他害怕这种自由开放的互联网 能够会带来新的竞争对手 谢谢您 所谓的中国特色 也就是维护独裁一党专制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特色 好 那么接下来 恒河先生我想问你 这个意见书出台 它是要落实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是落实下来的话 就在这样的紧锣密鼓的情况下 落实下来 是不是意味着 过去互联网只是在删贴 贴押封号这样的现象 那么从这个之后 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剧 它的封锁 可能不仅仅是删贴和封号 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您怎么看呢 它这个互联网的封杀 这种方式和监控的方式 中国肯定是世界领先的 第一位的 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的独裁国家 都是跟它学的 那么我看了这个 它所谓精神文明 这个文明建设 网络文明建设 它基本上是一个部分 一部分呢 是属于它所谓的正面引导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属于管控的部分 但是呢 现在你要考虑到 就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 不管它说什么精神文明 或者是新时代社会主义 什么之类的 不管它名词起多少 它都是同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它没有吸引力 就是它不可能通过 公平竞争的方式 让人们来接受它这一套东西 因此呢 这个提倡的部分呢 实际上是假的 它只有强迫别人去学习 那这就是洗脑部分 这个效果不会很好的 所以它的重点 实际上一定是体现在 那种封杀和管控的这部分 就是说它 等于是竞争不过别人 辩论不过别人嘛 它不可能跟人家平等辩论嘛 所以它一定是不让别人说话 因此你可以预见到 就是它为了实现它这个目标的话 它一定会在网络上 你都想不出来的 就是说它的这种精致的封杀的这种行为 到什么程度 这个呢 所以我们不能够预测 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但是一定会比以往呢 就是更严厉的管控 这个可以预期的 那佐拉先生 我想问问您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 可以看到 中国的各大主流的这个官网 像是丽日报新华社 那么是都是由习近平的 长期的罢评在首页上 那么如果是恶化下去的话 恒河先生说没有办法 看到到底会走到哪一步 那么会不会说习近平也会罢评 所有的这个互联网的门户网站 那么还有甚至 可不可能会在中国实现一种 像朝鲜式的局域网的 这么一种状况呢 佐拉先生 我觉得这个罢评的话 不一定是习近平本人 愿意罢评 而是对于各家国有媒体 就是党控制的媒体来说 报道习近平 或者是吹捧习近平 是最安全的做法 你要去设计其他议题的话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所以他们就采取了 这样的安全做法 我倒觉得 不一定是习近平想要这么做 而是实事造成的 是这个社会造成的 也许习近平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其实他也是很渺小的一个存在 你看 像习近平当网红的话 对各个阶层都方便 官员搞搞个人崇拜 迎合领导 掩盖自己的劣迹 便能通过假装膜拜 或者是攻击其他医者来表达忠心 换取安全感 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话 那个时候的民众 他们有些是真心的 也有些是违心的 表达对主席的崇拜之情 你看对主席要是不敬 比如说把一张有主席头像的报纸 垫在屁股底下坐下来 也会被举报 那不如应付一下 假装对主席很尊敬很崇拜 然后这些真的粉丝 加上假的粉丝 这样子就捧出了一个 国家级的网红了 就像朝鲜那样 或者是像毛泽东时代那样 谢谢您 那么洪河先生 我想问您 就是说实际上 就这个意见书里面 多次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那是胡锦涛 2012年提出来的 那么它好像是12个词汇 24个字 包括像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爱国还有等等等等 那么其实我看一下来 这个12个词汇 除了爱国 比较有中国特色 其他的这些 都是西方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 那么洪河先生 您在开篇的时候也谈到 就是说往往是缺什么 补什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价值观其实都是 是不是说明中国社会 真的是非常缺少 那么当时胡锦涛提出来 希望能够追求 那么在目前的这个 所谓的加强互联网文明建设中 这些东西真的能够追求到吗 像是民主文明 自由这些东西 这些理念 恒河先生 同样的词汇 其实说起来的话 这个人类应该有个普世价值 这个普世价值应该是大家都承认的 不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 那么问题是中共 它自己没有能够提出来一套 真正有这个影响力的这套价值体系 所以它只能去照抄别人的 但是在中共的话语系统里面 同样的词汇 其实含义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它有它自己特定的意思 你像这个中共在延安的时候 就提倡民主自由 但是那个时候它所说的 它是美国式的 还不是其他国家式的 民主自由 但是很快的 当它夺取政权以后 这一套话还在讲 但是它实际上 含的这个含义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它有一套 说起来 大家就知道在中国说这个什么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有一个 最冷的玩笑 就是说 你把这种话贴在这个墙上 这就是正能量 你举着这个牌子 拿到街上去 这就是负能量 就同样的东西 所以中共知道它这里含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里所谓的这个 什么24个字 没有人能够记得住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些 词汇的堆砌 它并没有真正的 这个实质意义在里面 就像习近平思想一样的 我现在就没有看到哪一个人 能把习近平思想用很简单的话 说清楚的 实际上就是把各种各样的 话堆在一起就完了 因此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用的 就是中共它人为推崇的这个所谓的精神文明 这也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这里以前多得很啊 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 什么一套一套的 全都有的 但是没有人能记得住 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没有内涵 没有这个实质 因为这是人为编出来的东西 好 谢谢你 佐拉呢 其实我们我想问你 就是我们注意到 就是在去年年底 2020年的年底 大概12月份呢 新华网转载过光明日报的一个 关于这个网络文明建设的这个词条的 一个介绍 一个解读 其中呢就总结了有四条 包括呢像是保护个人信息 就是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机制的提升 另外呢就是还要加强这个观众读者 他判断真相的能力 另外呢就是像是要加强这个问责机制 等等啊 就是这个几条 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 这个四条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中国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的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呢 它里面的这个解释呢 似乎是完全这个不相干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我讲的光明日报这个词条 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哲学所的 一个研究员所写的一篇这个解释 佐拉先生 我有去看那个研究员写的这个解释 他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 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探讨 用网络文明建设的方式去寻找一些解决方案 因为他那个新华网的那个词条里面提到 那些关于网络诈骗啊 还有什么重塑问责机制啊 这个东西是确确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国家推行网络实名制 因为网络实名制来打压言论自由嘛 推行实名制带来的副作用 授权企业大规模收集到的个人资料 并不能进行可控的管理 滥用个人信息确实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 这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来探讨 而现在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提的这个精神 我们建设确实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 这种控制对语言的进化 对这种言论的管理 它是确实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它只是打了同样一个旗号 谢谢您 恒河先生我想问您 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观察人士邓宇文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 他说习近平是希望打造一个干净的社会 那么在习近平的眼里 资本是不干净的 肮脏的 娱乐圈也是不干净的 互联网也是不干净的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习近平他还是有某种情怀 甚至是有某种理想或者追求 想让这个社会呢 就是实现他心目中所想象的 他思想上所追求的那样一种 干净的那种进化的状态 就不管这个进化状态是 就是说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 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 至少他是有这么一种追求 那么恒河先生您同不同意这种说法呢 这种追求已经给人类造成了最大的灾难 共产主义者在早期的时候 也是这种追求 甚至提倡出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想体系的 也是这种追求 这种追求它实际上是反人性的 因此到最后的话 给人类造成的灾难 应该是超出任何人类历史上 所有过的学说思想 所以这个 而且这种在这个共产主义实践过程当中 已经证明了 它实际上是提倡的和实行的 不是一回事 有的时候往往还是矛盾的 当然它的这个思想基础 这种干净的这个想法 就是这个 就是这种灾难的根源 这个就不需要举例子了 这个实际上是共产主义革命的 这个整个实践 在20世纪的时候的整个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实际上在人类的思想体系当中 或者是在文明程度上 对人类造成最 就是最不文明的 最大灾难的 危害最大的 实际上就是这一套思想体系 你越是想纯洁 用这种思想来纯洁整个社会的话 那么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好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佐拉 那么在几天前呢 这个纽约时报的有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标题呢 应该是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李光满习文影猜测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呢 纽约时报是这么分析 他说因为李光满这篇文章呢 就是至少受到五家中国官媒的 这个转转 也就是他们支持啊 那么就算呢 这使得就人们在猜测 就是说呢 中国呢会加大 对这个企业的打压 这个企业老板私营企业 那么还有呢 就是对这个富人的逼迫 以及呢 在文化方面要加强控制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结合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 加强网络文兵建设的 这个意见要落实下来 那么是不是这个趋势 已经没有办法阻挡了呢 佐拉先生 这个趋势在我们说起来 在网民的说起来 就是叫开倒车的这个趋势 也就是说 把本来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 带向文革时期的那种 以阶级斗争为刚的这种状态当中 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盛行的 那种情况 这种趋势 这种趋势可不可以阻挡呢 这是个好问题 我们把这个问题细化一下 如何阻挡 谁来阻挡 像假如在民主国家的话 阻挡的办法有很多 但是在中国 在野党是不存在的 所以没法在立法层面去阻挡 媒体呢 也全部被党控制 媒体他觉得 转载李光满的这个新闻 反而是一种安全的做法 他们就愿意转载 所以媒体阻挡不了 然后公共知识分子呢 或者是网络大卫 或者是法律专家呢 也被中共打压的所剩无几 所以民间的舆论也阻挡不了 目前呢 只有胡锡进这个人 在中国享有言论自由 他倒是反对中美脱钩 希望中国继续改革开放 然后和世界接轨 这是一个阻挡办法 他也是确实 目前能看到的 唯一的一个 敢在网上写文章 反对李光满这篇新闻的一个 仅有的 不想开到的工资了 所以也就 只有能靠胡锡进 胡锡进来扮演就中国的超人了 希望他能够挡好挡满 但是没挡住的话 胡锡进就是罪人 他在网络上这些年的形象 就是网络文明建设的破坏者 他是什么盘都雕好雕满的 跟公共知识分子 对着干的墙头草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这40年里面 胡锡进 他在意识形态领域 一直是共产党的 得力的 撒谎的 干将 所以当前这样一种开盗起了局面的恶果 可以说他有很大的功劳 是他造就的 冯河先生 我想问你 刚才同样是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他引用了在华盛顿智库的一名观察人士的话说 他说现在李光满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反映出中国社会对习近平 要把中国的政治和政策引向什么方向的一种极其不安的深度的这个焦虑 那么我想问您呢 就是说您怎么看他这个分析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引发了这个这样的这个焦虑和不安的话呢 是不是威胁到中国社会的这个稳定 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篇文章过分强调了习近平这一段时间的特殊性 却没有看到它实际上是有个必然性的 就是在中共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不管说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有多宽松 它实际上是一个权益之计 就是说它的这个系统没有变 它不是靠这个制度来保障这种改革开放的成果的 而是依赖于个人 就是说这个机会就是随机发生的机会很大的 就是说你正好碰运气碰到了一个好的领导 因为你在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 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征 它就是一个选接班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不是靠民众选出来的 它是靠上面往下指定的 因此出现这个异常的这个机会 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是中共自己改革开放的这个 走到一条绝路上去了 实际上它是走不下去了 要不然也不会薄熙来那时候提出来唱红打黑 薄熙来之所以提出来唱红打黑 就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已经碰壁了 就是说用这个经济发展来取代它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已经走不下去了 所以撞墙以后它必然就是不是向右转 就是向左转 向右转的话呢 那就是走民主宪政的道路 但是中共就没有了 所以它只能向左转到毛泽东的革命当中去寻找它的合法性 这就是唱红的来历 那打黑呢就跟现在是一样的 就是割韭菜嘛 就是这个减少资本和民营企业对中共国企或者是中共政权的这种威胁 因为当这个人们这个有了一定的这个财务自由以后 就是说就资本自由以后 它必然会挑战中共的这个政权 所以这个薄熙来可能是比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然后呢中共最后是选了这个方向 不是说习近平个人选了这个方向 现在很多人说能不能回到改革开放 走这条路就是因为改革开放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那个是个权益之计 因此我并不认为这个他这篇文章点到了这个中国现在问题的要害 并不是说随机突然冒出来个习近平就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因为共产党给了给了你这个给了你这部分 他能给你就能把它收回去 就是他不是制度保证的 他是共产党的权力保证的 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好 谢谢您的恒和先生 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再谈一谈这个问题 这个走下去能不能走下去 佐拉先生我想问你 就现在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现象看 就是说习近平的做法基本上是体现出 他对他有利的事情 对他统治有利的事情 对老百姓显然是有害的 而反过来也是一样 那么这是不是明显的让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习近平已经把自己跟中国的人民老百姓 放在一个互相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呢 佐拉先生 我觉得不是习近平自己要把自己 放在个人民对立的这个位置上 而是他这个共产党的执政的方法 让他们长期处于人民的对立的方向 他本来作为一个党派 他就只能代表部分人民 他却要号称代表所有的中国人 所以这个党是一党独自 还是有这样一个缺点的 所以他不能永远地代表 因为时事 社会 经济结构 什么都会在变 他共产党如果没有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他始终是要被骂的 所以我倒是觉得习近平 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审查 和言论审查的受害者 因为他的幕僚给他看的内容 可能都是过滤的 每天都是说好的消息 所以他就变成了那种观点极化的人 成了这种受害者 所以我觉得横和先生说的对 不是偶然的 是必然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 这样一个文化环境 塑造了习近平这样一个人 所以在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 谎言文化的培养下 即使没有习近平 也会有习习来 那么其实换言之就是习近平自己 也是被蒙在鼓里的这么一个受害者 那么接下来横和先生 我想问您刚才您谈到 就是说中共是意识到 用经济来支撑 甚至是取代政治的合法性 这条路似乎是 应该说肯定是走不下去了 没有办法 不得已而为之 那我想请问您 那么现在这个方法 又能不能走下去呢 能走多远呢 横和先生 这个方法其实也是走不下去的 因为当时邓小平之所以要搞改革开放 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经济基础 中共统治不下去了 所以邓小平搞了一个改革开放以后 其中国际政策 它就是涛光养晦 所谓涛光养晦就是将来发展到强大的时候 它就可以不理睬你了 就可以露出它的真面目来了 那现在呢 认为 中共肯定整体认为 他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所以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是现在为什么改革开放走不下去呢 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不干了 就是我们知道一系列的事件 最起头的实际上是川普上台以后 所进行的这个 一个是知识产权 一个是贸易战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川普被选上台 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在这方面已经 美国不能维持下去了 就是继续原有的扶持中共的这个政策 难以继续下去了 从大局来看是这种情况 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呢 它是被动走这条路 因此它很可能为了维持政权的统治呢 就走这个回到闭关 但是当然不可能完全回到闭关 但是呢 它会在相当程度上去退守 这就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中共 在很多事情上 它是同步的 从同一个方向的 比如说对这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啊 它是同方向的 美国要监管他们 那中共呢 干脆就不让他们去 不让他们上市了 就退回来了 就是减少 当出现危机的时候 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所以说它可能会走这条路 所以说走得下去走不下去 我想毛泽东时代都没有能走下去 现在更不可能走下去了 好 最后佐拉先生 就是说关于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是由邓小平发起 所以呢 这个是邓小平有巨大的功劳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说邓小平是开放了经济 但是没有开放这个政治 这是它的一个巨大的 应该说是一个谬误所在呢 30秒 佐拉先生 我觉得邓小平开启了这个改革开放 但是确确实实没有放松 这个政治改革 也是说没有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控制 所以它出现一个奇怪的情况就是 奇怪的情况就是外界层面的话 就尊重普世价值来 但是内政的话 胡锡进代表的这种内政的话 总是坚持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缺点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你说再会了 我们非常感谢恒河先生和佐拉先生 参加今天的节目 分享他们的精彩的观察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 和网友的收看收听 我是宇宙 祝各位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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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